佛安吉祥 今天是2024年10月10日 星期四 农历九月初八 南无阿弥陀佛 晨安 愿佛陀慈悲的光芒 像晨曦般照亮你的人生 让每一天都充满无限的祥和与法喜 无论遇到何种挑战或考验 愿佛陀的智慧指引你 让你心中常住平安 远离一切烦恼与忧愁 无论何时何地 愿你心怀光明 与人为善 结下无量的福德因缘 善根相续 得大善力 南无阿弥陀佛 世间无常 光阴荏苒 人生无常 生命本苦短 做人最好还是做会最真实 和最自然的自己 万事依心而行 无需回头 正如金刚经所言 一切又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易如电 应做如世观 人生的旅途犹如尘物 短暂而美好 我们在每一个瞬间 都得以体悟生命的无常与珍贵 让我们以一颗感恩的心 珍惜当下 因为每一刻的存在 皆是佛陀无尽慈悲的加持与守护 难无阿弥陀佛 愿你在这无常世间 如莲花般清净自在 于尘世中绽放智慧光明 不染是俗陈构 无论顺境或逆境 皆能保持一颗清净心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能够在世间变幻中安然自若 便是修行的致敬 愿你于人生风雨中 心如明镜 照见一切 坦然自若 平静前行 祝你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顺风顺水 扶摇直上 乘风破浪 平安喜乐 幸福安康 万事如意 难无阿弥陀佛 愿佛光长照 护佑你一生的每一步 愿你微笑时 播洒的是佛的慈悲 愿你努力时 种下的是善因 收获的是善果 往事随风 尘归尘 土归土 万物皆因缘生灭 无常变化 过去的事情 如浮云般随风而去 不再为心灵所牵绊 愿你的心如意谈清泉 不为过往波澜所扰 永保清净 安然自在 愿你在这一刻 拥抱当下 拥有佛陀所赐的内心祥和 愿离一切过去的烦恼 心无挂碍 智慧升起 难无阿弥陀佛 愿你在这今秋十月 生活不拥挤 内心宁静 慈悲相随 心地无瑕 乃明安乐让慈悲 智慧与安然成为你生命的基石 愿每一个笑容都是真诚的流露 每一份快乐皆自然随行 正如晨曦中的露珠 透过光的折射 闪烁出无限的美好 愿你也能在每一刻 感受到生命的光辉 愿你十月十全十美 百事顺心 千事吉祥 万事如意 难无阿弥陀佛 愿你在这个十月中 所种下的每一颗善念 皆能揭出丰硕的善果 愿你所有的付出 都能见到如礼的回报 心中的愿望如光明变照 逐一实现 圆满无缺 愿这个十月成为你心灵的富饶净土 幸福的日子如秋日果实 丰收甜美 满意于心 愿你每一日都充满希望与无限可能 众生心常住 则佛法常存 愿你心中常住智慧 感悟生命的真谛 并以此慈悲心行善积德 利益众生 功德无量 难无阿弥陀佛 愿佛光护佑你我 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佛光普照 一切无碍 愿我们在这个金秋十月 承接来自佛陀的无尽祝福 拥抱每一份平安与喜悦 一起走向圆满的未来 愿所有众生离苦得乐 愿世间永住和平与和谐 愿你我同德解脱 同正菩提 难无阿弥陀佛 佛光护佑 福报圆满